刚才您是这个非常的深入的帮我们介绍了 关于这个信托的功能和它这个高这个杠杆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性质 那我想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再举几个 这个保险金信托的真实案例呢 好的好的 案例一 请把插图一给我们的观众看一下 那这个客人呢 他家庭成员是这样的 就是他是个男性客户 50岁 然后妻子呢 40 他们都有绿卡 那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儿子 那他的资产状况呢 就是说客户呢 是国内很成功的企业家 后来移民到美国 他就是说移民之前就积累了很多财富 那我们经过分析客户的家庭结构和财产的结构呢 发现他有如下的需求和风险 第一孩子未成年需要为孩子未来呢提供保障 第二他们会面与着很高额的遗产税 第三呢 他们也很担忧如果说子女婚姻失败的话 会导致资产外流 那我们团队呢就制定了这样的方案 而且呢已经实施这个方案了 我们呢律师团队呢就起草讯托文件 建立保险金讯托 然后呢理财工位和会计师呢 一起设计这个保单 这个保单呢就是说是一个夫妻联生保单 他需要一千万的现金 如果说他们离世的话 那这个撬动这一千万的现金的保险金信托呢 他是每年用八万五十五年交费 所以说用八万五美金 撬动一个一千万的这样的信托 那这个人数保险还有不可撤销信托 一结合起来呢 他就把这一千万的人数保险呢 放入不可撤销信托中哈 那保险信托呢受以人为两个孩子 那最后就是说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是说他八万五 然后交十五年 他就有一个一千万的完全免税的 这样的一个资产 把原来是纳税的资产变成了一个免税的资产 然后呢子女的保证呢 也有了一定的保证 万一父母发生意外的话 保险金信托里的资金呢 就作为孩子的生活费 和教育基金 从学业上呢 支持孩子 就说孩子好好学习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奖励 可以申请一笔资金呢 作为奖励 比如说设立了高中入学 本科入学 硕士入学 如果说有读博士的话 那奖励会更高一些 这样呢 就是说能够鼓励孩子积极向上 就是子女结婚呢 他也会给一定的奖励 就是奖励 经历好自己的婚姻哈 就是说规避风险系统章程呢 还明确指出呢 就是说保险金系统里面的全部资产呢 规于两个女儿 是唯一的受益人 即使未来存在着婚姻风险呢 另一方也无法搁的 就是说分割到里边的任何资产 然后他还可以做到代代相传 两个村子长大以后 用佐德呢 理赔金继续购买大额保单 这样呢 受益人呢 就是孙子孙女 达到代代相传的一个目的 美国红信财税规划集团 为美国税务局特别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 由资深注册会计师 信托律师和财务规划师组成 团队拥有十几年丰富的税务经验 为您提供一站式家族办公室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